美疾控中心高后果病原体和病理学部门副主任詹尼弗·麦奎斯顿 5月23日表示 该机构正在释放一批天花疫苗 以应对最近在全美爆发的喉斗疫情 麦奎斯顿说 目前全美有1000多剂天花疫苗 随着产量增加 预计还会有更多天花疫苗可用 这款计划被释放的Genius疫苗 于2019年获得美国FDA批准 这些疫苗将优先用于那些最有需要的人 包括已知与喉斗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 医护人员以及有可能发展为严重病例的高危人群 5月24日 在纽约地铁枪杀高盛员工的嫌犯 来自布鲁克林的25岁男子阿卜杜拉 搭乘一辆劳斯莱斯 自行前往案发辖区的华布市警五分局自首 据悉 在过去十年中 阿卜杜拉被捕19次 犯下杀人案前正处于假时期 他因其他犯罪而面临一系列指控 包括盗窃 家庭暴力及虐待 危害儿童福祉和非法持有枪支等多项重罪 据信 嫌犯在案发后逃离现场时 将枪支交给了一名无家可归者 无家可归者以十美元的价格将枪买给第三方 后者向警方报案 5月24日 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公共卫生局发表声明称 当地出现一例疑似猴斗病例 该病例最近曾前往欧洲旅游 目前在家中进行隔离 当局表示 虽然仍在等待CDC和加州公共卫生部的确认 但从目前症状判断 该患者很有可能感染后斗 伊朗西南部城市阿巴丹 一栋十层高的商业建筑 5月23日突然坍塌 已造成5人死亡 目前仍有至少80人被困在马力亚 救援人员正在进行紧急救援 伊朗其他城市现已派出应急小组协助救援行动 两支救援犬队 一架直升机和七辆救援车辆已抵达现场 当地司法部门负责人已下令对建筑物倒塌原因进行调查 这栋建筑物的所有者和负责建造工作的承包商已被逮捕 俄罗斯政府5月23日说 俄方当天自愿撤回莫斯科市申办 2030年世界博览会的候选资格 俄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 世博会已成为西方大规模反俄运动中的又一期生品 其目的是将俄罗斯排除在所有合作领域之外 在此情况下已谈不上公平竞争 国际展览局同日表示 有意申办2030年世博会的国家 可在今年9月7日前提交申办材料 国际展览局将在2023年底举行的全体大会上投票选出 主办国 全球最大的民宿平台 Airbnb做出重大业务调整 5月24日 Airbnb中国宣布将暂停支持中国境内游房源 体验及相关预定 同时将聚焦中国出境游业务 全面服务于出境游的回归 此次业务调整之后 Airbnb仅保留了中国内地游客的出境游业务和海外房源的预定 2日下午3日 3日下午2日 5日下午3日 wondered 1日下午4日 6日下午4日 9日下午7日